您現在收看的是 網路的商務人士生活頻道 來 看這隻大青龍啊 這是本港的喔 台中港抓的嘛 對 台中港 請問酒鬧怎麼辦 這個一斤兩百五 一斤兩百五 對 你說這個是多少錢 他說全部賣幾百個 這黃金魚的這麼大一隻 一斤兩百五 老闆娘請問這海虎蝦怎麼賣 他的一斤一千二 一斤一千二 三隻叫一斤 這拿花枝一斤十二字頭 那你的夢幻石標怎麼辦 一斤六百 開鍋 上菜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師兄 今天大高鐵來個五七魚缸拌日遊 今天是假日 人超多的 聽說五七魚缸是全台最大的漁獲直銷中心 先來搶先看一下 有何信任的海蝦漁獲 滿精彩的 價格也滿出欲料的 有的是更多的驚喜獎 期待 現在先吃一下午餐 步行外圍的家務街 買家務 確認價格 夾多少 算多少 就不會有超預算的問題 三月四月都一百 三月四月都一百塊 好料 要出別的啦 大哥 好吃捏 又一炸午餐 大一點這個三個兩百 五個一百 大小吃的差別 一吃兩吃都可以買齁 就著又看到了蚵仔煎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份七十元的蚵仔煎 有啥好料 外點內用區 我們來看一下 不拉雞雞蠻大碗的 料也蠻多的 來隨便吃一下 就開始走拍行程 吃飽開拍 欸 旁邊不就是 這就是 網美拍照的景點吧 接著 順著人潮走 進入無期漁港 漁獲直銷中心 我該從哪裡看行了 就從這好了 來 後的不是飽飽的 五個 不是 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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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塊五個 它的一籃1,500元 這個超級大的 大白蝦 這個一籃 一籃 1,500元 媽媽,我最大的好介紹 這台是1500元 我來看這台 你看看,我這是很高的 很大 很高 老闆娘,請問這海虎蝦怎麼賣 那個一斤1200元 一斤1200元 三隻叫一斤 三隻一斤,好大隻喔 對,我們的一斤650元 三隻一斤的 才五加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蝦 老闆娘,這蝦的一盤150元 對 150元 真的耶 這邊有 三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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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粒 三粒 一斤六粒 九粒 一斤六粒 一斤六粒 接下來 撿錢也開 好兆頭 這裡是124 124老闆 你貼錢喔 你看你人家來這裡 要不要算便宜一點 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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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的夢幻石雕怎麼賣 現在六百而已 一斤六百 一斤六百喔 一斤六百 公會石雕一斤六百 之前一斤都要賣到一千一千二左右 是喔 那如果再等到過年 就八百、九百一隻來掉一隻 好 這也是要看時機吃海 對 接著來看這攤 人也很多 感覺蠻厲害的 快來看看 這邊有那個 航肥那個 你在航肥怎麼賣 蛤 這個很小 這個百次鞋 這樣一盤一千塊 兩斤 兩斤一千 對 這裡一千喔 我蠻有興趣的 我先晃一下 再來 看你有剛好 現樓的補貨 這邊 現樓的補貨 這是真的補貨喔 真的 這不是石橋喔 你看他身上的條紋 不一樣喔 來 石橋嘴巴也比較近 石橋比較暗 太敗 我們現在到 攤位123 我覺得他這裡的攤位的那個標號啊 真的還蠻低調的齁 都蠻小的 青龍吧 玉山抓的啊 青龍 青龍一斤多少 我這邊賣一千五而已 一千五喔 這牙青欸 這個不是進口的 野生的齁 本港野生的 台中港 台中港 這個就不是了 來 看這隻大青龍啊 這是本港的齁 台中港抓的嘛 對 台中港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來這裡齁 123攤位 對 在無機浴缸市場內 人潮涌動 置身其中 就有一種 被催促感 就是 趕快買的衝動 這個 這個不是胖桃花嗎 胖桃花啊 胖桃花啊 這一攤100啊 對 有幫沙嗎 可以幫你沙 這一攤胖桃100耶 對 沒有 沒有 怎麼辦我來到這裡 我好像有點沿線了 因為這裡太多魚 可以看了 那個高波魚 然後旁邊的是 紅盤 你看也叫花盤 在我來 五七魚港之前啊 有人說 五七魚港 反正就是有 會嚴禁見就是了啦 但是我自己來看了之後 我覺得 他們的魚的價格 他們的魚的價格 也都還蠻親民的啊 這個胖桃是 五斤兩百喔 五斤兩百 你看他這個胖桃 五斤兩百啦 看啦 很便宜啦 很便宜啦 我看到黑猴了 請問一下你黑猴怎麼賣 哪一個 黑猴啊 對 黑猴一斤三百 黑猴一斤三百 五斤兩百五 黑猴一斤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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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還有俗爐 來看這個 哇跳跳的灰心啊 這邊還有水中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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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 所以這怎麼賣 五個一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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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點 看著武器與房的新鮮漁獲啊 整個人嗎 都還蠻 這就是那個熊群還蠻興奮的吧 這一個小紅群 一隻八十 大沙姆 那像這個的是怎麼賣 一斤五百五 一隻大概兩百多塊 一隻兩百多 跟這個大小的差不多 看這個季節裝成很漂亮 等一下我們先播好幾隻多 這裡也都是有很多 賣紅群沙姆還有大沙公的地方 來到武器漁港 置身在這當中 一百塊 會有 選擇障礙 一百一百 一百一百 一百塊對 旁邊那個五百 來來來來看到這裡 這裡有龍蝦大小一家親 一百塊一百一百 要嗎看嗎來來 這裡有那個 線流的工業線 這一攬多少錢 這一攬一千塊 這一攬一千 對 對 北海道工業線 北海道那邊來的 對 所以他坐飛機來的 對 沒錯 對 對 這裡的 這裡的蝦子啊 都在比大的 看到這麼豐盛的海鮮啊 有魔性的笑聲又 一致覺得又 一致覺得又 一致眼露出來了 來看一下它這裡有 來沙魚 沙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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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湯口 這種一盒多少錢 三百八 一盒三百八 它是中和它的偏寒 然後它一盒的重量 一斤以上 一斤以上 對啊 你光看 那滿划算的 對啊 表面就這麼多了 它下面是沒有一盒的東西 下層都會有東西 對 對 所以可以看得到 它是完全實實在在的東西 就是豬肚有力經重 看看要什麼 這個是什麼的魚卵 鮮魚卵 是 這是一般的魚卵 沒有 這是我們台灣的鯉魚 喔鯉魚喔 這個很好吃耶 非常好吃 就是你隨時要吃的話 這個的魚動 魚肚膠 對啊 它這個魚肚膠 這是鯊魚的膠質 好可口喔 對 鯊魚的膠質 前面是慢鍋 是嗎 哇 看這個麵包蟹 鯉魚肚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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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離市場一下 中場稍坐休息 有被鯉魚肚 驚訝到 在港邊這 遇到市場內 第123店家主 先聊起自家 有3加1艘魚船 在鯉魚肚 可以帶我們看 已被商家購買的石橋 跟土拓 這是石橋 對 這個比較簡單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是石橋 這個都是今天抓回來的 對 今天抓回來的石橋 它這個算棒鈴娜 對 棒什麼 棒鈴娜 棒鈴娜是 這是 棒粗籠的 喔粗籠的 鯉魚的方式 好 這是土拓魚 這樣 對 很大隻耶 這隻是石橋 這個看小隻的 這個 這個是 石橋 鯉魚 這樣去看 這個比較黑 這個比較黑 它頭比較減 對 在比較過土拓 跟石橋的差異後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請問這一盤鮑魚是多少錢 五百 五百五 五百 五百啊 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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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顆的 我認可 大顆不是小顆的 你去餐廳買 也沒有那麼大顆的 燙一下 要五味醬而已 很簡單 嗨 你不要煩我的鏡頭了 我不要煩 我要給你拍退鞋 我要給你拍退鞋 老闆娘說 看了影片來這裡 D083 十五顆五百 對不對 十二顆五百 我送你三顆的啦 好 那人家來有沒有 人家來有嗎 好啦 有啊 聽到了 十五顆五百 好 我現在看到這張好大 鮑魚 大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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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 油袋 你看 五脂耶 五脂耶 大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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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你這大雞肉 大雞肉 大雞肉 一斤八十 一斤八十 有嗎 一斤八十耶 有沒有聽錯耶 有沒有便宜 有沒有便宜 奇怪喔 就說便宜 當然要來挑買一些囉 但同時 我也被 活 黑鍋吸引了 這裡呢 這一團的 爛料香 每一個都是活的 看我老闆你要賣多少錢 欸 這個死掉了 剛剛說就死掉了 你說這個是多少錢 他剛全部賣你四百個 是 真的還假的 對 包起來 包起來 我氣眼菜 送給你 包起來 這裡沒有 哈哈哈哈 接下來看 還有沒有驚喜的 我剛剛問老闆娘說 這個一斤兩百怎麼那麼便宜啊 老闆娘說 這是他們的漁船 自己抓的 1062這裡 拍到這 還意猶未盡 熟食區 就等下次體驗囉 再去趕高鐵前 先去一個地方 老闆娘 剛才那個 賴尿蝦 老闆只賣我四百 有沒有虧錢 老闆娘 高興都賣你啊 哈哈哈哈 他還送你耶 對啊 謝謝你喔 拜拜 謝謝 你看 看 好多人 現在的我 已在 台中高鐵站 我的無氣旅港 半夜遊 就在這 先告一段落囉 朋友大家好 我剛搭高鐵回到家 我們來看一下 好險 我有預備 五五五五五 可以看一下這 我的皮皮蝦 這就是我今天 五七旅港的 戰利品 帕陶啊 這盤 兩百 兩百 韓沙 看他那個眼睛 超透亮的 這盤鮑魚是 五百 原來是十二顆 老闆娘又多送了三顆 我第一次買這種 然後接下來這盆是 活跳跳的 皮皮蝦 四百塊 接著 接著 處理清洗好的蝦布 準備 開炒 熱鍋放入配料 爆香 放入煮絲 皮皮蝦爆炒 覺得今晚是蝦菇是有日 加些酒 天味真香 開鍋 好香 那個臘腸的 成盤 完成 可以上菜囉 蒜乾煸 皮皮蝦 那我現在來試那個 活體的 看看如何 剛剛剝了一隻 我已經吃掉了 很甜很好吃 受不了 所以現在再剝一隻 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這 今天無氣漁港半月 行程非常重新 感謝D123店主熱情相助 及市場其他單位店家主 不好意思 白色蝦我忘了嗎 等我嘿 哈哈 我應該很快就會再訪 武器漁港 直覺又飽可探尋 若是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幫我點點訂閱按讚 謝謝 再次謝謝朋友們的支持 你們反饋的心意我都收到了 感恩提息 有大家的支持 便是我持續成長的動力 感恩 拜拜 拜拜